韓米爾三國軍今日部 北京美撰警報系統的 現時共擁有正常使用 和三者的訓練計劃共同組織 今天的協力成果是 三國安保協力的 新年代的新年代 更加強於暗淡的 在北朝鮮連續兩天發射導彈 加強威脅地區安全後 美日韓三國 星期二正式啟動了 針對朝鮮導彈發射的 實時預警共享系統 來及時偵測和評估朝鮮的 導彈發射情況 這個實時信息交換系統 將會准許美日韓三國 更精準地偵測朝鮮的彈道導彈 並且在緊急情況下 提高攔截效率 韓國當日更宣布 三國將會舉行更多聯合軍事演習